位于台北市中正区这间防疫旅馆爆出群聚 先前在这里检疫的两个个案 基因序列比对出炉都是感染Omicron 判定是17073传给17127 所以我们今天把17127改列为本土的案例 案17073 50多岁女性去年12月22号从美国入境 到29号入住防疫旅馆805号房 而案170127在去年12月17号从瑞士入境 到24号都住在同一间防疫旅馆的803号房 28号发病31号确诊CT值15 两个人住隔壁房重叠的时间多达三天 而且两个人定序只差一个未点 指挥中心研判就是群聚感染 同楼层的旅舍人在旅馆的只有两名 那检测是阴性 那已旅馆的有三名 那检测也是阴性 这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旅舍里面的一个案例 北市观传局回应 这间防疫旅馆匡列范围清空 旅馆只出不进 并请旅馆依规定改善 再由专家团队判断 安全无余才能够收住旅客 天花板跟隔间有很小的一个细缝 不过这个细缝是不是有实质上的意义 还有待商榷 这已经是全台防疫旅馆第五起群聚事件 除了环境裁检 指挥中心也已经调阅该楼层的监视器 离清感染原因 可能是藉由防务人员当媒介产生感染 或者是因为空调的不够独立 也可能会发生感染 指挥中心也针对全台474家防疫旅馆 查核完毕 其中119家都必须要改善 改善的样态不同 目前只有5家完成复查 指挥中心强调 如果原本环境设计不适合 会请该防疫旅馆直接退场 记者林伟 王一仲 台北报道